不对的道理是服从 全世界的军人都一样 不许知 听的道理是你的 不是不对吗 明白吗 参军那不是他的本意啊 他想去创业 弄了什么电竞战队 哦 游戏 明白了 我反对啊 我不同意啊 他爸也不同意啊 他就自个儿鼓动着 这个战队 那个战队 这个游戏战队 张能量给你们多少钱 我这儿有三张支票 每张二十万 离他远远啊 张能量是我前进集团的接班人 我不可能也绝不允许他 这么继续地胡闹下去 哎 你不是吧 张天津 什么年代了 还用这么老土的招数啊 二十万你告诉我能买什么 告诉他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二十万你 二十万你 这爷俩见面就掐 争争吵吵 机院身子很 后来啊 我就提了一个条件 能量到了部队里 要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坦克兵 那你这个当爹呢 你记住了 他回来以后 他想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你说你都得支持他 这爷俩还同意了 你都得支持他 这爷俩还同意了 仗能让的家畜队 该打叫打 该骂叫骂 千万不能由着他的性子 我以一个老兵的名义 严重 他会成为一个好兵的 您放心吧老社长 我以一个老兵的名义 保证 你来错地方了 你不配当一个兵 在你滚蛋之前 把你彩葬的坦克给我擦干净 那是九旅的荣誉和我的天 必须给我擦得一尘不染 贱队 郑志亮 你这英雄干什么事 解放全人类 你脸里的处罚决定是什么 我问你呢 脸里的处罚决定是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过我很感谢你 是你第一个把我抓出来 我是来当兵的 当兵就要当个好兵 这屋子里的所有人是一个集体 你的所作所为 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我希望能成熟一点 于大脸 那么着急表现是为了什么 消灭 样数字 冷 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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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针 刚才我说马猴子 你给我叫在这儿来 就是看你走柳来了 你这一蹚一蹚的 你要想尿尿你就赶紧去 我 那新冰连的办公室 还没弄好呢 弄好了请你上去参观参观 那就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 就你们那俩子 你还上档次呢 你上当小卖部你都费劲 呸 别是小卖部 说你 你是最近心情不好啊 我很好 你最近什么情况 能不能好好说话 你这么暴躁 杀人 你说你给人找回来了 你倒是跟人聊聊天 你谈谈心 你砸人手机干吗呀 你有什么权利砸人手机 我没控制住 老牛同志啊 咱能不能跟上这新时代的步伐呀 那现在都是九零后 最小的还有零零后的 家里就一个 那七八个人围着 那都掌上名主 我带兵就这么带 这是部队 纪律就是纪律 规矩就是规矩 他们这不是说哪个大学高校过来军训 踢几天腿就走了 他们是个兵 野战部队这么带没问题 这是新兵连 什么部队不是从新兵连过去的呀 咱俩不是啊 你说你 你给人找回来 你这么折腾他两天 他再跑了 我再找 找回来你再给人把手机砸了 我砸的不是手机 我砸的是歪风邪气 那我不是怕他 回来以后再折腾 再连累到你吗 连累我 你就安安稳稳地在新兵连 度过这三个月 提干的事我会再说提干的事了 你在这干吗来了 我叫你在新兵连干吗 不要和他 我还是那会儿 嗯 干一天兵干一天兵连事 干一天兵连事 如果说哪天部队 不需要我了 转身就走 十年了 努力 十年了 人这辈子有几个十年 我舍不得我的救流 没有 对 解释主 看签 不知道还能不能摸着她了 我真怕摸不着她了 我真怕摸不着她了 还能摸着吗 都在呢 张东亮 走走走 开饭了 我不饿 你有没有赋予毛巾 我一块儿不够用 毛巾是吧 好像一人就一块了 我还没舍得用到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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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你饿着肚子怎么干活呀 干吗 那家伙让你来劝我 可不能叫那家伙了 得叫牛班长 他现在带我们班 牛班长带我们班了 对啊 走 一起吃饭 走走走 笨 要死 哎 令人堪忧啊 好了 姑娘们 过了那个门岗 咱们就踏入真正的军营了 一会儿再往前开 就是做训厂了 那儿是咱们挥汗如雨 共同奋斗的地方 左边是礼堂 右边是我们的通讯中心 班长 是怎么都没有人啊 是这样的 新兵男兵已经集合了 咱们女兵晚到了一天 所以从今天开始 大家一定要坚持 认真 都知道了吗 知道 我们这儿有健身房儿 活动中心 还有小卖铺 小卖铺 在哪儿 有时候可以去 停车 这个嘛 要看大家的表现了 停车 咱们的食堂的饭菜 特别地好吃 停车 停车 班长 后面好像有个人 在追我们的车 还挺着急的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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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个连队的 追我们车干嘛 我毛巾 毛巾 毛巾挂那个反光镜上 你怎么会在我们车上 我刚才擦坦克 我刚才擦坦克 然后把毛巾就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要死了 你这兵怎么说话呢 有这么个上级说话的吗 不是 班长同心 是我 要死不是说你 是说我自己 你不知道我这两天以来的状态 真的 已经惨到你无法想象了 只能用要死两个字才能形容 请你把毛巾还给我 哦 谢谢 你还给我这个 什么可以 你 这个 那个 那个 谢谢 来 一刀雷 一会儿你把手机给他发起来 是 一个小时 给家里 父母打个电话 不准玩游戏 明白没有 明白 报告 擦干净了 是 回家吧 我不回去 你们俩的手机 谢谢班长 听不听到 听不听到 走 站住点 爸爸 我现在 我 我刚分了班 拿开口味 用我的手机 给你爷爷报个皮肝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知道了 好了 我同意的嘞 我们班长来了 他在这里跟个鬼似的 神出鬼没的 他都还不进 我碰到你的鬼哟 还有一个人嘞 你喊他快点喽 没机会儿 才五千金币啊 前面已经打到上网了 前两天又掉下来了 给你一个上亿 金币的账号 让你随便玩 这女儿币啊 图有多地主 上亿金币啊 我马上开了 别搞了 酒吧 张正亮 你可以 我这是进了谛业风场啦 谛业风场水平太高了 我打不了了 那坑别够了 打十分段 打十场我可以打 你不费什么起毒吧 你玩五十分钟 剩下十分钟给我 给 这儿就是大家的新家了 我再正式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田蜜 田野的田 花蜜的蜜 是你们班的班长 从今天开始 我们是战友 是朋友 也是家人 介绍一下咱们九旅 咱们九旅 是全战区赫赫有名的 庄甲长盛旅 而咱们通讯营 也是全战区 永不消失的电波 是坦克兵真正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大家说 能在这样的机体里当兵 是不是特别荣耀 是 我现在是刚进部队 要严格地要求自己 这时时刻刻心里都要牢记 咱们都是西班军的 眼下这个个人素质 还有这个思想觉悟 这个还包括这个技战术能力 肯定比不上老兵 但班长反复强调 这个新兵要有新兵的样子 也有新兵的气势 刻苦训练的同时 这个精神风貌绝对要过硬 自己跟自己提要求 你 你就说这个走对列吧 喊口号 唱军阁那必须要有气势 我这话不能白说 先从我腊腔农做起 从每天起床号到西档号这段时间 我给你们好好打个样 你说的这个还挺有道理的 道理这不是明摆人吗 这个是专业的美发工具 按照条例条例的规定 咱们女兵必须解成短头发 干净 利索 最重要的是 咱们洗头发不用再吹二十分钟了 怎么样 谁进来 没人愿意 那我可点名了 班长 我来 好样的 黄小萌 出列 班长 我有个请求 说 就是在剪头发之前 我们能自拍一下 留练一张吗 当然可以了 要我说 咱们就录端视频吧 送给两年后的自己 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 好 大铁商 好 拿手机 班长 我先来吧 来 黄小萌 你好 我是两年前的你 我今天自己收拾了行李 可是我不想进 但是我既然来了 我就得服从命令 那不用担心我 这里很漂亮 我也会像你跟我起的名字一样 留喜悦 把喜悦留在部队里 希望两年后我可以看到更好的你 一定要坚持下去 给爸妈争气 加油 好好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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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萌 来 我们一起招装效 一二三 茄子 啥瓶子没有啊 要不你不行 有机会跟我回我家 走上吧 你看看我家那不许多 这什么黑山猪啊 白山猪啊啥都有 喂 老哥 喂 什么事儿说 女学要我找老哥 我来找老哥 兰智广啊 我在办公室 你过来找我吧 当面说 兰智广 你找兰 我们班上有叫兰智广的吗 我们班上没有叫兰智广的 你打错了吧你 你未必是想骗我的电话匹吧 真的是有位 想骗我的电话匹 我比喉还要紧呢 真的是有位 想骗我的电话匹 我们旅长也叫兰智广 他旅长也叫兰智广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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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碰的你你鬼的 郑林亮 快点找郑林亮 兰智 兰智广的电话 喂 兰智长 是我 你不是找我有事吗 我在办公室 你过来找我吧 当面说 好的好的 我现在过来 拜拜 我去找一趟兰智广 可能晚点回来 别碰我盆啊 这事我得跟班长说啊 你随便 郑林亮 我 你看这架势 像不像是一个军长 报告 进来 来 历长 新兵张能亮报到 这么晚了你找我什么事啊 来 历长 我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我们新兵连 做训和生活的情况 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啊 首先我说一下生活的问题啊 我觉得呢 新训条例过于苛刻 过于不近人情 所有纪律都是一刀切 我们的这个 做训不存在任何的 个性化管理 这样做的话 会导致所有的士兵培养出来 都是一个样子 那最让我受不了的呢 就是手机的问题了 凭什么一个礼拜 只给我们一次机会玩手机 而且每次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给我带来了 很大的不便呢 能努力砸了你的手机 您知道 你跑我这儿来 还是想讨个说法 不服 受委屈了 是 更不服 越级上报 最后还是不服 这是您部队90后新兵的三部曲 那现在这件事情怎么处理 是您直接下命令处罚他 还是我带您转达 军长的电话 你也可以打给他 张同量 能成为牛努力的兵 是你的荣耀 他带出来的兵没有一个是闹钟 别往他的脸上抹黑 过去 他只在野战部队带兵 新兵连是第一次接触 他的很多做法 你们感到不适应 但是在我看来都是非常正常的 我觉得很不正常 我打个比方吧 我们每次训练完了以后 他都让我们加连一个三公里 谁跑第一名谁就是优秀 他在野战部队也是这样吗 有一天 你会感激他的 不可能 不要那么着急下结论 等到考核那天 你再回想我跟你说过的这些话 你要记住 部队是靠成绩说话的 部队只承认强者 不是啊 蓝旅长 我觉得你可能误解了 我刚才那段话的意思 我是想说呢 所有的技术训练 如果稍加改变的话 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现在还有多久 是不是只有一分钟了 五十八秒 好 我说快一点 其实呢 我想说比如比方说吧 他刚才 要跟我们训练的那个三公里 如果加上数步测距 方位辨识 指定路线的话 那整个三公里的意义 就会变得不一样 其实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所有的决定权都在于您 对不对 我就举个例子吧 就像我们脚上穿的这双战靴 据我所知已经出到第三代了 它舒适性 耐磨性 还有防滑性 比前两代已经好到不知哪去了 我想既然一双鞋子都可以与时俱进 为什么我们的心讯条例 不可以与时俱进呢 OK 我知道 我的时间到了 我希望 蓝旅长 你能在牛努力处罚仪式上 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 就这样 我走了 我见过狂的 我没见过你这么狂的 实不想瞒 蓝旅长 其实我呢 从上学开始 一直都是班上的体育尖子生 我还自学了空手道 跆拳道 自由搏击 还有户外的极限运动 并且我是军迷会的骨败 既然底子这么好 别荒废了 回去之后 认真认训练 踏踏实实地留下来当个好兵 这点您放心 我希望您也记住我 张能量 迟早有一天我会是九旅的兵王 不是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比试比试 好啊 批批就批批 报告 新兵连一排一排升能量 奉旅顾命令外出 现请求归队 进去吧 是 立长说你带出的兵没有一个是闹钟 让我别丢你的理 走 小心 立长 小心 立长 先放 到 到 手都抓紧了 警方新党党 好像鬼影响 将军无标 将军天门 小萌 好样的 看够了吗 小心 就是新鲜啊 新鲜的在后头呢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在新鲜 咱们 报告 讲 我可以先来交检讨吗 写好了就放地上 小心 令人 整理住住 对你们来讲 报告 我需要现代的 人家和他们的 警察 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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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人家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优秀的人才 对 最优秀的 会被选拔到野战装甲部队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下面进行训练 骑步走 原地百臂练习一定移动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小心 李章 第一个科目 原地百臂练习 一个考虑 一个动作 七步 走 用你们的余光标记啊 一 二 来 班总 这行吗 再往远 什么 班总 听不起 一块儿告诉他 再往远 行吗班总 这 全速冲刺 看谁先跑到梁山那儿 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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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子呢 刘生 哎呀 这都出了瓶了 你两个牌子都断了吧 这怎么干什么那样啊 你看 有有有有 有有有 这么疼啊 到这儿碰瓷来了 不是 要不要叫个担架给你抬出去 你演得挺像啊 是吧 应该当演员啊 演个中断我看看 哎 班长 中枪我不要 你会演中断啊 炸弹我都不要 演一个 是 棒 蹦蹦蹦 蹦蹦蹦蹦蹦蹦蹦 棒 棒 报告 白臂 胡闹 都给我炸好了 那两个人呢 公主 可以啊 你们这一个个的 脑子都用症上了 好啊 每天结束训练以后 加一个三公里 你啊什么 跑三公里 报告 讲 我觉得可以直接五公里 你去跑十公里 他可以 让你讲话了吗 报告 让你动了吗 你是鱼啊 好啊 连上同志 一排一班正在作训 请指示 刚刚接到命令 二十分钟后 选体新兵 车掌集合 是 加油 转 踩步 走 踩步 salt 踩步 剛红 非常 气 seminar 一 转 一 转 转 六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将军大军 将军肯 双心 立人 声让同志 全英英新兵集合完毕 请指申 双心 双心 今天 把各连的新兵集合起来 是想给大家鼓鼓劲儿 希望你们 在今后的训练和生活当中 要严格地要求自己 顺利地 把自己 从为一名普通群众 转变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九旅 是一支王牌装甲部队 在抗美人潮战争中与剑齐功 几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就用九旅装甲部队特有的方式 来欢迎你们 开始 是 坦克是陆战之王 是你们今后要训练操作驾驶的威力最大的陆战兵器 那是 车掌机枪 那就是车掌的位置 当年你爷爷就是在那个位置上 那这个呢 那是炮掌的位置 你看这儿 哪个 这是驾驶员的位置 这个是什么 那叫并列机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这是履带坏了 就他的做备用件 就像汽车上的备胎 哦 孩子啊 坦克是陆战之王 而人类呢 只能在陆地上生存 懂了吗 懂了 那你说一遍 坦克是陆战之王 嗯 人类只能在陆地上才能生存 哎呀 艾艾艾你可真棒 但是今天 我想要先告诉你们的是 真正能够体现出他的威力的 正是你们这些操作他的士兵们 你们可能以前 在电视里 在电脑游戏里 经常见到他 但是今天 他怒吼着 冲在你们面前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他 雄魂的魄力 操作一辆坦克 不仅需要灵活的头脑 更需要胆量 勇气 忠诚和过硬的技能 我希望你们 不要再沉浸在 虚无缥缈的 魔兽游戏里了 他们 才是真正的魔兽 这些魄力 中文字幕——YK 你们驾驶得了他们吗 能够用它保驾卫国吗 能够用它换来世界和平吗 你们以前总是在虚幻的环境中 寻找自我价值 但是希望你们知道 这些创造出来的虚幻的和平环境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这些国之戾气 靠的就是一刀一枪一击血 一条命从敌人手里换回来的 只有坦克才能真正地 让你们体现自我价值 我说这些话 相信有很多人可能不服气 这是新兵的特点 尤其是你们这些九五后的新兵 你们天不怕地不怕 很好 有胆量 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能够 时不时地低下头来 看看自己 想想自己 究竟有什么本事 究竟能做到什么 昨天晚上有一名新兵来找我 他说想跟我比试比试 我答应了 好 这么做可能不符合规矩 但是军中无戏言 第一 可以让我们之间的约定 有一个见证 第二 我们九旅也破天荒地 搞一次知人秀 让大家乐呵乐呵 调节一下气氛 第三 我们是部队 部队就是要靠实力来说话 来 旅长 新兵张能量报到 你为什么要向我挑战 我想让你亲身体会的 我说当九旅的兵王 并不是头脑花热 你想和我比是什么 如果比军事技能的话 我是新兵对我来说不公平 如果要比的话 那就比自由搏击 好 训练场在那边 我们一会儿见 蓝领长 请您先去 稍等我一会儿 为什么 我要围着操场跑上三圈 因为我是年轻人 体力好 直接跟您比的话 跟您不公平 要是什么 你不公平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不公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